Hello,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朱莉 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 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 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 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 第三期开始,我们将开启来宾访谈模式 让听众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 因为节目设计的调性是轻短板路线 所以即便是访谈的单集,我们也遵循这个核心精神 有别于一般的访谈节目,我们一集只有一个核心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Whisper制损家的创办人李恒Henry Henry过去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创业前在中国大陆工作过 也待过台湾的鸿海科技集团跟MSI微星科技 好,那我们先请Henry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Henry 好,Henry很特别的一点是 当节目制作单位跟我要他的资料的时候 他提供了自己的使用说明书 没错,就是如何使用Henry的说明书 那我们在梳理他的过程当中 也发现他遇到问题时会用搜索引擎,论坛,问语答类型的网站来找答案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两岸的搜索引擎的不同这个议题好了 Henry你在大陆工作跟在台湾工作的时候 有发现两边的搜索引擎的这种生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搜寻引擎上面 我觉得台湾比较像是以Google为核心 我的搜寻方法是从Google加一个点缀词 如果我要去找某个论坛的问题 我会把关键词加上PTT或是Mobile01 因为这样就可以快速从Google进到这个论坛去找到这个问题 但是在大陆比较像是在每个社群 他都是一个独立的搜寻引擎 所以比如说你去知乎你在微信的文章 微信朋友圈或是你在小红书 你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但是他是在这个社群里面找 所以两边的差异就是一个他的入口是从Google为主 那另外一个我的体验就是从他每一个APP的使用习惯进去去找 那你自己比较常用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这个要看使用的情境 跟我最后想要找到的答案 如果我的答案比较偏行业的一个通则 那那个答案可能我希望参考大陆跟美国的做法 我就会搜寻两个地方 对那如果这个答案比较接近 我觉得他的地区性就是更加是for台湾的文化 比如说台湾过年要包红包给多少 给自己亲戚 那这种的在台湾的文化上我就会搜台湾的Google 但如果比如说像我我自己作为创业者 那我想要找一个优秀的CEO或COO 需要具备什么特质这样的题目 我可能两边就会找 因为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台湾的编辑写出来的 那就是在Google 那在大陆的编辑我可能就会找知乎 或是找他们其他的搜寻媒体 像微信朋友圈这种 那因为大陆的搜寻媒体的入口有很多不同类型 就刚才你也提到很多 你会去用问题去区分 哪种类型在哪个平台搜 可能你得到的答案会比较多吗 确实会区分 就是有些类型 我会先考虑它的文化背景 这个议题在哪一个地区 它能得到的答案较为完整跟先进 我举例好了 可能像在美国 这种经营管理的思维主要是来自美国 所以我刚刚忘记讲 像刚如果说CEO COO 我可能就会去更多找美国 就是what makes a better CEO 或是what attributes make up a CEO 这种的 那我可能就会去到Cora或是Google的USA 就是我会切换region到USA 然后甚至到Reddit去找这样的文章 Cora是什么 Cora就是类似美国版的知乎 你可以这样想 对 那如果在知道台湾的发展路径的朋友 应该知道奇摩知识家 那那个就是类似奇摩知识家的一个 问语答的社区这样 对 所以我会依照我想要的答案的背景 我觉得更快的可以获取更高质量 跟我刚刚讲的就是 那个思维在哪里是起源于哪里的 我会优先去找那边 再把大陆美国和台湾的资讯融合在一起 然后再找到我觉得更精准 更不会有偏见的答案 因为我自己认为就是 Single story is dangerous 就是你知道单一的故事来源 你没有带着批判性思维 很多次可以被媒体影响 我会多方去比较这样子 那你觉得在你自己在台湾 使用搜索引擎去找答案 跟在大陆各种类型的社群 去找答案的过程里面 你自己觉得你在找到的答案 获得的一些回应回复的内容里面 有什么差异吗 我觉得找答案的前提是 你知不知道你问题是什么 我先讲就是问题的差异 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我会先筛选这个漏斗 如果我当我的题目 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就是我还不知道问什么题目的时候 我通常会上知乎 这种社区型或是PTT 我会先找我这个题目 到底在问什么 就是因为我可能 自己连题目都问不清楚 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可能更理解你说这个意思 就是当我不清楚 我要问一个问题 像是举例Employer Branding 就是雇主品牌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知道这个词之前 我不会问 我可能就在搜寻引擎搜 作为一个老板 如何用各种方式 手段或是发文 来找到我想要的人 我可能就会问一大堆 因为我现在问题还没有很聚焦 我不知道我到底 问的这个词是什么 我也知道我问的词不是很精准 那通常这样在Google搜 不会搜到你要的答案 因为它会出来很多 你现在想象的可能的答案 然后它可能会推出很多 Wordpress的网站 或是有一些 自己架内容站的编辑 或是SOHO组 或是一些媒体的答案 那可能不是你要的 如果你透过这些 自媒体的网站点进去 然后去慢慢的精简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 很耗费精神的过程 所以通常我会把这样的问题 先丢到知乎 那通常在这样的问语答的社区 就会先很快的帮我精简到 原来这个问题叫做雇主品牌 或者是叫做老板形象如何经营 那这个词又更精准 到第二步 就是漏斗的第二层 然后再钻到第三层 可能我透过问语答 看大家的互动 更知道这个题目 原来我们讲的 在专业名词叫做雇主品牌的时候 我就会拿着雇主品牌去Google搜 因为那时候就可以搜到海量的 更精准的自媒体的咨询 比如说雇主品牌如何经营 那这时候我进到Google 在搜的时候 可能就会跳出很多 其他比较大的媒体 什么商周经理人数位时代等等这种 他们可能会推给我的 更精华的内容 那种内容通常都是总编辑或什么编辑 内容含量比较好 总结来说就是 当我还不清楚 很含糊的时候 我会先到问语答社区 然后把漏斗精华到 我觉得我知道我要问什么的时候 再回到搜寻引擎 因为搜寻引擎 我能得到的资讯量 涵盖量就会更大 因为温宇达社区 它只涵盖于温宇达里面的KOL 或是那些常常出来的 知识型的博主 我其实想要延伸 你刚刚讲的这个议题 就类似于你刚刚这个举例好了 就是你的前段做法 是可能从一个不太明确定义的问题 然后通过知乎去找到 原来这个问题的更精准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把这个问题定义得更明确 后面的话 你可能再回到Google的体系 或者是大陆的其他体系 再去搜到 可能跟这个问题相关的更多的内容 然后让你去做资讯上面的整合和筛选 那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说 当你定义好问题之后 你会再通过哪些平台 去找到你这些资讯 就是搜索引擎的平台 我不知道你的做法 跟我做法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先听听你的做法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是 可能会再去Google嘛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平台 当然除了Google 我也会到台湾的 比如说PTT 我就会去搜 我就会打雇主品牌 控格PTT 在Google的引擎这样打 然后我就可以很快进到 PTT演算法 推给Google前几篇 比较重大的 浏览量比较多的 那可能D卡也会 比如说雇主品牌D卡 那我也可以去看 另外我觉得也可以从 这个行业的知识点 比如说雇主品牌这个词 我会进到维基百科 因为维基百科或大陆的 NBA知识库 这两个都可以有行业的通则 把这个词在大陆跟台湾 更精准的词汇定义写出来 但大陆的词汇 有可能跟台湾的定义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拿台湾的 雇主品牌 搜到大陆的 微信朋友圈 有可能搜不到 所以我会先在大陆的 百度百科 或是台湾的 维基百科 先定义说 它在大陆叫什么 那我再拿这个精准的词 到大陆的搜寻引擎 找我要的答案 然后两边再来比较 那我们再往下讲 就比如说你已经定义好 可能雇主品牌这个词 在台湾跟大陆 是同样的一个词 那你在大陆的话 会有哪些平台 去继续搜集雇主品牌 这个相关的资讯呢 我目前大部分用的载体 会是微信 微信的搜寻功能 因为微信里面 会有很多微信的 订阅号公众号 它推出来的文章 这些订阅号的博主 写出来的 可能比较多 它演算法会是 十万家的阅读以上的 十万家它是一个指标 它就会在微信文章的 最下面阅读 也十万以上阅读 那这样出来的答案 我会是最喜欢 因为我个人比较倾向 在搜寻这种 知识量比较多的载体 我会希望用文章 因为这个比较属于 专业知识 用文章的吸收 它的结构化会比较好 然后你也可以有 自己的解读 但如果在某些 我们讲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比较属于 how to 或tutorial 就是如何解决一个问题 比如说家里DIY 一个水龙头漏水了 或者是我家里的电视 要怎么壁挂上墙 那这种问题 它就属于很多 你不可能用文字 描述很清楚 那这个我就会上到YouTube 去搜 因为通常答案 不会让你失望 就是已经有很多DIY 达人把影片拍给你了 所以我会先定义 你是要解决 行业知识的解读 还是你是要解决 一个生活问题 你需要的载体是什么 我觉得载体很重要 怎么样载体 承载的内容 会是马上 或是更快解决你问题 那其实在搜索的做法里面 我觉得我有一些 跟你不太一样 所以有点像是 我的用法是解决我 生活跟工作当中的 一些基本问题 甚至包含说 因为我可能用小红书 用比较多 比如说因为我前面几期 都有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在公司 做一些团建活动的安排 当我没有一些idea的时候 我也会在小红书上面 搜团建活动 就会出现很多的内容 然后直接一些活动的方案 就很清楚 要用什么道具啊 什么的 你就可以直接去参考 直接采纳 所以可能我的使用情境 跟你使用情境 蛮不同的点 就是我是属于 直接生活工作问题的 解决方案 在这些平台里面搜 可是我在台湾 其实很难搜到 相关的答案 就是如果我直接 在Google搜团建活动 那它可能出的内容 很多都是一些 比较偏概念性 偏框架类型的文章 来去说团建活动叫什么 然后团建活动可以怎么样 但是它就没有很多 具体的方案可以找得到 那你真正要找资讯的时候 就有点像Henry前面提到的 比如说我在微信里面 去搜关键词 然后我去看很多的 微信公众号 因为微信公众号 就有点像是 类比于可能自媒体 媒体性质的一些文章内容 就会出现 其实那个资讯 丰富度跟完整度 都会是很高的 那如果是我想去搜 跟产品或购物类相关的 我可能直接就是在 购物网站里面去搜 就类似于淘宝天猫 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 也是搜寻的路口 或者是偏向于 各种社群型的 像是刚刚提到知乎 知乎就是以知识型内容 问与答这种 你可以去看到 或者我刚提到了 像小红书 类似这样子的 就是不同平台里面 你可以去找到 这个平台属性里面 你想要的一些内容特性 我觉得这是 两岸在搜索里面 现在的发展生态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讨论的主题内容 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 两岸的搜索引擎的差异 那我们其实刚刚 从Henry的分享 有讲到他自己 在去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候 可能会先通过 大陆的搜索引擎 协助他把问题定义得更清楚 当获得更精准的 一些用词跟定义之后 他可以再通过 Google体系包含两岸一些 特定的搜索引擎体系 再去找到符合他需求的 所有资讯 那我这边的话也有提到 我可能在使用方式里面 更多的会去把工作 跟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对应的搜索引擎里面 找到一些具体答案 在两岸的这些资讯 呈现内容里面 可能我感受到的差异化 会更多偏向于 在台湾Google里面 搜索引擎的资讯 具体使用方法上面的内容 相对就会比较少 但是大陆的一些社群里面 我觉得我在看具体 各种领域的时候 资讯量都会多很多 那我觉得这是 很大不一样的点 好 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谢谢来宾Henry 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形式 第三季第一集 从搜索引擎 看两岸文化这场差异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给我五颗星 并追踪我的节目 我是Julie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